大家好,我叫余君漢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 作人為法樂之本 作人為法樂之本 有一天,爸爸媽媽帶我去吃東西 接著,我見到一個哥哥 我問他,你在做甚麼? 接著,我就說 你在做甚麼? 接著,那個哥哥就說 我不是在買棋嗎? 接著,我就問媽媽 我可不可以買一枝棋嗎? 媽媽就說可以 接著,我就在媽媽的袋裡放了五元 因為那些五元是給窮人和有病的人 接著,我就很開心 接著,我跟爸爸媽媽去吃飯 我的故事 講完了,姐姐